仲見活力的港股,昨日上演一場競星的大龍鳳。 恆子先跌後陽,低點見15,442點,跌103點。 此有考驗15,000點關之勢。 殊不知就在此刻,突然強大買盤。 此於科網股,後片及藍醜和二線實力股。 恆子有如坐直升機,不斷回轉上升。 最高時報16,513點。 大象11,174點。 升幅達7.65點。 其後好淡增持。 升幅收窄。 收市盈穩企於16,000點關。 報16,161點。 升821點。 升幅達5.36點。 全日總成交增至1886億元。 較上日激增899億元。 增幅達91%。 很多人追問,何以昨日有此壯聲場面? 有何好消息引發? 我想善息以下一些看法一,強買盤的突然。 未聞有確切的消息。 唯一證實者是中美有關對在美上市中概股的審計已提前完成,結果如何?有待公布。 2,小道消息傳聞甚多。 以涉及內地將放寬防疫措施有關。 其中一個未證實的消息是今日下午三時將有為建委主持的記者招待會。 講述科學精準防疫的最新狀況。 3,北水源源不絕。 買意為近期最盛者。 我且列舉,四大天王的成交金額,可知一二。 其中,騰訊 00700 成交160 億元。 阿里巴巴 09988 成交107 億元。 美團 03690 成交95 億元。 京東 09618 成交36 億元。 合共398 億元。 佔作日總成交21.1%。 可見駐馬之集中。 火力之猛烈。 而這四隻股份收市的升幅分別為7.7%。 10.9%。 5.6%。 12.5%。 京東成交雖少,升幅居榜首。 4.有人問,是否協淡倉? 我知答案是,當然有這個成份在內,但不存是為了打淡有一棍,而實實在在有中長線的基金入市。 日前我講過港股跌到超級弱,一定會加以糾正,現在就是展示自我糾正的能力和實力了。 加上這場,戴龍鳳,恰好在香港舉行國際投資峰會之時上演,定必叫做十足。 有這場大會演好過你講十次香港以復償,重現活力啊! 5. 重走勢看,有單日轉向的味道。 這符合本人無意的波幅規律,別不破14,500點低位,升月15,900點高位。 因此,不排除回應行政長官李家超的話,香港最差的時刻已經過去,復償復甦就在前面。 6. 本週恆指升1299點,約計11月的四個交易天,總升幅達1474點,顯示7至10月連跌7172點的頹勢。 有望在11月份化腐紐為神期,修復更多失地。 而我頭牌相信,提振大家信心的好消息會陸續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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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